我想这个中共政权的本质 就是一切枪杆子里出政权 强调的就是专政工具 所以不管塔西陀陷阱也好 这个天下为中也好 这个北约演习也好 反正习近平相信的就是什么 枪杆子在手 必要的时候要打就打 他没有在这个担心 或者是在忧虑说明星 还是这些就其他国家的这种态度 我想这种态势 就是中共共产党的一个基本现象 未来也一件会才是持续下去的 李治强 对 我们在自由世界 在来观察中国 一方面有感受到 他对自由世界的威胁 但另一方面我们其实 也非常的纳闷 就是说处在中国社会里头的人 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看待的 因为我们知道 那么就好像美国国歌讲的 你这个自由是属于勇者的 那如果说中国社会 被大家已经沉浸在这样的 控制的体制底下 那在这个苟且偷生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政权要永远存在 是完全有可能的 所以呢 为什么说我们经常在节目上来谈 有关中共的这些情况 其实目的是让大家正确的认识 这个体制的邪恶性之所在 你只有大家 这个不再甘于沉默的情况底下 这个情势才有改变的可能 我这一天就很快的 这些人都在上海 你看这种东西 那种东西 你这一个人都在上海 都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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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